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孟加拉人對上緬甸人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是這個像是競技場地圖 那這張比賽由於是比賽地圖 雖然外觀像是競技場 那本身它也是競技場 那只是後面這個部分 這空地是比較有發展地區的 不像一般競技場 後面空地是蠻隨機的 有時候雙方的空地是有點不太平均的 但是兩邊變成後面的空地都算是比較平衡一點 那這張競技場中間一樣是有遺跡在的 而且是搶遺跡是個重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孟加拉這個文明 最近有觀眾想說想要看這個戰車 那由於我們拍上片的戰車影片已經很久 大概快兩個月前 那剛好這次都軍盃 有人打孟加拉戰車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那稍微講一下孟加拉這個文明的大象的單位 因為受到5萬傷害會減少25%傷害 那會提升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大象來說 打大象的孟加來說是不太虧的一件事情 他的綜合大象能力我覺得是蠻棒的 再來就是每升一個時代 會陳真中心會產兩個村民出來 所以他在跳時代的時候有一定的優勢戰 尤其是黑暗時代跳封建時代 多這兩村 可以讓他上車堡時代的經濟更好 或是直接封建大戰 取得一個不錯的領先 好 除此之外 他的戰艦每分鐘會回血15滴血 打海戰的時候有一定的 算是優勢嗎 會有點奇笑在 再來就是他的僧侶 這個禁遠房各加3 那這個能力原本是這個斯拉夫的 都正教的一個金冠科技 那現在變成孟加拉使用 好 那再來講這個派 他的銀冠科技 派這個科技可以提升大象跟戰車的攻速20% 象公跟大象都會吃得到 那聽說我最近改版 這個工程戰項我們吃得到 所以這個能力喔 可以讓他的工程戰項的攻速變得超級誇張 好 那再來是他的金冠 大成 喔我要久等了一下 大聖佛教 大聖佛教 最近觀眾有在糾正我嗎 大聖佛教 那這個能力呢 是可以減少村民的這樣人口10% 假如你出了120村 那你總共會多出12人口出來 所以村民出越多 就是可以騰出的人口就越多 所以孟加拉人 算是一個不錯的 爆冰的文明 好 有點像是那種哥德一樣 哥德帝王時代會多15人口 好 那來看一下緬甸 緬甸一直以來我覺得他都算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 雖然玩的人並不多 但他主要的會強是強在他的 免費伐木廠科技 法蘭克是免費送農田科技 那緬甸是送伐木科技 再來他的這個步兵 每個時代攻擊會加一 所以他這個擊兵跟劍勇 到後期跟鬼一樣 而且還不用升級 這個科技就自己慢慢幫他跳上去 所以到後期垃圾兵戰士 這個緬甸的疾兵有一定的殺傷力在 不能把他當熱設定來看 會很痛 好 再來是這個毛相夫 進遠防各加一的護甲 再來囉 最重告的緬甸的科技來了 他的修道院科技 費用是減50% 這個效果是非常扯的 在你在打這個層出 生頭打法的時候 這個能力是超級強的 基本上可以跟賽爾特的 生頭戰術披抵 因為主要是緬甸的 他的修道院裡面的科技 基本上全滿 除了一端斜說之外 其他都有 那就這意味著 他這個救贖思想 跟神聖思想 還有宗教狂樂 在城堡時代可以更早點出來 然後更有壓制力 所以打緬甸的話 基本上不要去出騎士 一定要出刺猴 或輕騎兵 加上一些 戰保兵 去做搭配 或是直接出攻兵搭配 就好了 或是直接長槍兵 加奴兵 做一個強制突破的行動就好了 打緬甸 就是不要打騎兵 打騎兵通常會出事 好 那再來講 緬甸還有這個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算是攻速很快的 一個西班牙征服者的概念 西班牙征服者最大的詬病就是 他的射程雖然算普通 攻擊力高 但射速很慢 那飛鏢騎兵 雖然他打得很歪 但是只要貼得夠近的時候 他的攻速很快 加上他這個 有時候會打歪的一個效果 讓他變成有點擴散傷害的感覺 現在緬甸的飛鏢騎兵 也算是我覺得蠻誇張的一個人位 好 那再來就是 由於緬甸他的這個 弓兵抬角 是超級超級爛的 所以你打戰嘛 要打對面的強弩 也沒有辦法 達到一個很好的克制效果 所以他的金冠 有給他這個 曼尼普爾騎兵 可以增加騎兵對弓兵的加5傷害的效果 所以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就非常好 克制騎兵 所以獲奇 每天出這個大肉碼 沒什麼問題 他有這個匈牙利勤騎兵 加上大肉碼 所以得上基因罐效果 克制弓兵 是還不錯的 好 兩邊都打直城 那這邊孟佳了 明顯這個村民術 有領先一點點 那這邊怎麼領先這麼多 因為這邊先上十代 好 那這邊差兩村是正常的 OK這邊直接前置抓 不知道暫時這兩隻 常常兵會脫爛喔 好 直接前置修道院 沒問題 緬甸就是要前置修道院 那份量要幹嘛 我靠 馬上就打這個單柱是不是 工程器製造所 加修道院 再狠一點 再蓋一個BK喔 再蓋一個軍營喔 然後再馬舊 騎士長槍兵 然後頭石車 生鱗 直接一個前壓 然後那有生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那看來是真的有可能會前壓一個軍營 但軍營可能會比較晚下 因為自己剛上城堡時代 木頭可能沒那麼多 所以喔 這個工程器喔 應該會先造一台出來 那這邊是選擇造衝車喔 這個很有想法 因為如果先造衝車的優點的話 就是 比較不容易被拆掉 那清奇筆一定要上來貼喔 才比較好貼到 好 然後這邊直接來砍村民 直接把他刺繞 開始 欸!找到咧 呵 OK 到達一隻心情門鑽了 OK 這邊有 長槍兵直接 殺掉了生鱗喔 因為生鱗現在沒有神聖思想 所以清奇筆現在兩下 都可以砍死一隻生鱗 好 衝車現在開始撞 看看長槍兵 要後面 好 過來 閃到硬砍 再來一刀 沒問題 又砍死了 好 用八十肉 換上一百一斤 不虧不虧 好 重點是這個城 想怎麼辦呢 來得及修理嗎 好 在這邊 莫卡也轉出清奇兵的戰術 轉出 啊 轉出這個生鱗 好 兩邊都在招搶對方的清奇兵 但清奇兵本身有抗招搶能力 但是還是被招搶到 呼嚕嚕 好 衝車出了第二台 好 但前方沒有長槍兵 沒有關係喔 衝車血量蠻多的 但是這個 傷害點高 直接點掉了 好 兩邊的一個交換 這邊是利用村民去毒口 然後再誓死了 用七奇兵出去了 把這個衝車解掉的一個作戰方式 那這裡 其實還有解法 我們用加拉出 投死車 或是毒炮 直接去反制衝車 然後還有這個 清奇兵跟奴 跟這個 長槍兵 還有生鱗的一個解法 但這個解法只要遇到 對方 生鱗 出這個 救贖思想 哇 這生鱗要全死了 欸 哇靠 欸 它這邊解得很好欸 有點鬼啊 哇 生鱗全倒 這邊很虧啊 這邊已經還沒有剪完 這已經太解到一半了 好 終於要點神聖思想 等一下要神聖思想之後 這個生鱗 就不會兩刀死了 還有三刀 好 這邊又找到一隻 新騎兵 好 那孟加拉起死喔 也可以打生鱗戰爭 它本身生鱗本來就硬一點喔 所以新騎兵沒有辦法造成兩刀擊殺的一個效果 那我孟加拉這邊 如果要打生鱗戰爭的話 也是可以打 它本身也是科技全開的一個路線 但也是一斷絕對沒有 那如果他要打救贖思想 或是招牆接通生鱗的話 也是要到這個對方 到這個地龍時代喔 再來一點會比較好 這個時候要去點這個 點這個 點這個 贖罪思想的話 要325G 有點不貴喔 跟那個救贖思想一樣 大概是救贖思想 在明天來說 比較便宜喔 這又是佳拉 只要跑去下標準 好 等一下 救贖思想之後 就可以抓到敵方攻城氣了 直接一頭戳掉 那如果這時候 免電 這邊再下一個 自行思想 那就可以招牆敵方生鱗了 那就會非常傷了 這邊直接壓個寶 可以鎖住兩個TC 跟這個 土姬 靠石頭 好 這邊肉麻直接換掉一隻生鱗 海戰爭 有了嗎 有了嗎 快好了 趕快退了 來 這邊想要直接 捅破 這個修道院 有出一會嗎 肉麻出來 浴場 但是這時候 已經開始出戰車了 好 那免電腦這邊 第三個TC 剛剛現在才開出來 因為前面要投資 太多建築物了 所以自己的TC 比較晚開一點 好 明天點下來 一級獸根技術 好 那我持續再出了 沒有 只按了一次而已 結果那個修道院 還是被弄爆了 好 那如果攻堅結束之後 這邊應該不會再繼續出工程器了 看到城堡 通常就是專心撿衣機了 好 這邊再繼續裡面硬盤 那個 哼 村平還在這邊蓋房子 這個房子蓋的有點多啊 這邊還有人問說 為什麼要一直蓋房子 只要是因為 不想要讓這兩隻村民 喔 沒有慘 那蓋房子 就可以利用他們的慘 這樣 雖然終究還是會蓋完 就是盡量 不要讓他們 沒事做 前線蓋房子還有一個優點喔 就是讓敵方出來壓制建築物的可能性 變得更低一點 那就只能變成中間上面發展 中間這邊可能要蓋一些衝車或工程器喔 才能解光 那這個也可以有效的 在地出的時候 讓他發展 軍事單位沒那麼快 好 這邊非常多的單位在中間 這裡有五隻生旅 好 那戰車 開始出來 戰車一排的血量是蠻多的 他的血量是破百的 一百二十五 基本上可以把他當作一隻騎兵單位喔 但是通常啦 孟加拉 一開始出戰車 只會把他當馬公使用 那馬公的血量 可以到一百多血 一百二十五血 這很誇張 所以其實孟加拉的人 把他當馬公使用 可能會更划算一點 當騎士來用比較差 因為他的近戰單位的模式喔 攻擊力只有八公 但是馬公模式喔 基本也只有五公而已喔 基礎傷害是比較低的 喔 這邊搬遺跡直接被抓包 直接上前硬砍 哇 四個遺跡 五個遺跡要搬走了嗎 這邊遺跡大撤退 對 都要被賺四斤了 這裡要切進去嗎 欸 直接超遠程 在台近戰 沒有 三台戰車血量很高啊 好 這裡有更多的勝旅走過來 哇靠 五勝旅 好 趕快撿衣機 把衣機搬回家 那這邊緬甸就有五遺跡的優勢 好 那優先上時代的喔 果然是這個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這邊村民處來到九層 3TC就是要 3TC開弩上帝王啊 不能要幹嘛 對不對 但有些人喔 進一場會下到4TC喔 我就覺得單挑的時候 3TC還是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4TC的時候 上時代上得太晚 然後隔一兩分鐘就很致命了 沒有人家可以先行到你家門口 插城堡然後聚頭開拆喔 但你城堡就只能挨打 好 這是相對比較危險 除非像孟加拉這樣子喔 直接中間出兵喔 稍微看一下有沒有來前置喔 那還坐得過去喔 好 那這邊 手推車也下了 這邊經濟也是蠻酷的 蠻到的 緬甸這邊手推車下的時間還算不錯 巴士村下 大量村民 吸一隻直接應招 好 他們要轉圖射箭場 這邊可能要先打個戰齁 好 這邊應該沒什麼思想 我們先加速一下好了 好 正濃兵在升級喔 二級農田 正濃兵技術幾攻 好 第四個PC 因為我們在之後 該在外面 挖金礦物 好 本來要先開到最紅的一個建築物 鋁頭先開 好 直接往那邊開城堡 好 這邊有細節喔 這邊點一下 神拳正治 可不可以自己有想像是嗎 欸 欸 是那個喔 一大群僧侶招搶的時候 只有一個僧侶需要休息 在操控上來說 會比較好 好招搶一點的一個打法 哇阿這樣升級件全 absorb1百斤而已 片片半價 真的要200 它跑再招翔 所以努力直接 正面開 multip 撤撤了兩型身影 但是也被招跑到了一些 戰車 這個城堡應該有點危險 第三巨頭來了 三巨頭第四巨頭來直接硬拆 倒了 城堡爆炸 哇還砸到一個 不要騎兵 但是現在由於戰車是遠程模式 馬攻模式 所以現在這個戰馬 這個戰車是有外傷害的 可是剛前期有講到 這個戰馬 遠防很低很危險 所以附射的話還是有點危險 雖然不會虧 畢竟是免金單位戰馬 戰車跟戰馬硬幻的話還是蠻傷的 要不要騎兵走得出來 所以要行兵喔 比較怕的攻兵單位 所以戰車現在有一種不錯的特殖效果 好這裡繼續把對手逼得出去 我們今天壓下城堡 但是這個城堡壓得有點微妙 可是我會壓在這個位置 保護這個主金 我會比較想要把這個城堡壓在 能守到礦區的地方或墓區 像這個地方 壓這個城堡壓在這裡 然後石頭可以守得住 所以就為了為什麼 三層可能想要守住 中區的一個出兵點位而已 哇 上萬人挖金 好石頭可以趕快新化 中間的礦產資源很重要 好等一下這個 這個啟示思想 這個啟示思想點下去之後 生旅的 滴滴時間 招牆的時間 可以增加50%速度 它可以更快的恢復這個 招牆時間 這邊明天太甜心了 要來打這個生旅戰術了 那這邊超夢加拉 打的就是那個 戰車 精銳戰車一點下 那怕起來多點 嗯 好 這邊高牆 帶來看一下這一個交戰 這邊找到了兩台戰車 好 那目前明天有那個 化學的 戰謀猴子 滿很高 在這邊直接牽了近戰模式 雖然三級馬海沒有好 而且明天這邊有大吉兵很危險 因為戰車的資源模式可能會被戳爛 這邊的吉兵是為了加4 雖然攻擊力還沒有點上去 但是基本上 上到地龍時代的攻擊力會在桌3 哇 很痛很痛 被戳爛了這個大吉兵 哇果然這一波交戰吉兵造成傷害非常 非常多 啊那飛奧奇兵沒有上筋肉 可能是硬直用的而已 除非飛奧奇兵並不是一個主力輸出 喔 也叫了一個 巨頭 很賺 好 我們要請下大聖佛教 請他111分 請下大聖佛教 可以乘出14人口 哇 那麼大家就人口優勢喔 那現在單位來說 出 我現在覺得出戰車並不是一件好事喔 戰車 打這個有點難打 打垃圾兵戰術 戰車是沒有優勢的 現在可以一直切換 這個靜遠藏的一個效果 當對方出擊兵 加上戰盲 就會非常難打 這個 主角 他這邊出戰車 後面最好是 大家幾個 專居有方式補血比較好 不然就別轉馬弓出來 這個相公 因為相公的話可以減少戰盲 對相公的傷害企劃25% 如果他這樣打的話 會中的有點快 我哪有死了一大力戰車 好 這個戴車有點怪怪的 好 相公搭配大象然後攻城戰象 去做一個吸引傷害的效果會比較好 還是這全都是純黃金的一個做法 還是有點風險 因為現在出工程器還有危險 因為工程器現在最熟 緬甸是打森旅戰一定會出救贖思想 孟加拉這邊應該也是知道的 所以並沒有出頭石車或是奴炮 這時候很多玩家都會想說 出奴炮頭石不是解決了嗎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思考到這一點 所以並沒有出這兩三位 一共滿級 畢竟工程器打垃圾兵效果是非常好 如果不能工程器的狀況 就是跟這個工程戰象打上 自己 跟這個肉滿 打下 或是降空 反正就好 那由於現在已經投資派這個車器 但孟加拉這個在車上 所以也解下極熱了 工房也點滿了 但他這邊有點 捨不得去轉其他的 單位出來 因為如果現在轉巷樓的話 還會有工裝型 呃...毛巷復也是喔 這兩個單位你現在要轉的話 風衝洗有點太大了 欸大象喔 還是蠻怕擊兵 所以這邊 恩... 擊兵要打也很困難 你出擊兵跟對方互戳也是錯害 對方攻擊率是6加7的一個傷害 13攻 有一個城堡時代初期 騎士傷害 然後獨一攻的一個擊兵傷害 哇靠 欸欸欸 是怎樣 兩下戳死一隻親擊兵 是怎樣 戳信米亞 擊兵是不是 呵呵 好痛喔 然後現在這個擊兵 戳這個 戰毛兵又巨痛 四下戳死一隻 這個擊兵殺人很誇張 這就是明天為什麼會這麼強的原因喔 生女OP 擊兵又痛 算戰毛爛了點 但是防御長的問題 一定是攻擊力阿 嚴格來說還是可以用這個 戰毛兵喔 做一個 補助 還是很可以的 而且他本身就有大肉麻 拿到大肉麻 就可以吃到這個金牌效果 打弓并6加5傷害 所以我一直覺得 敏電真的是無弱 可是他的玩法太特殊了 要打蛇女獎 才會變得很 在通常 1600分以上的玩家 打這個蛇女都打得太好 所以 所以很少會看到敏電 在低端場 出現 高手場是蠻常看到的 在итель 一點死去膠盾下去 我看來對木的阿爸不是一件好事喔 這個擊力蠻人太合 這次回到那邊的擊力 要認往記住上面說 這波戰車被挑戰速度實在太快了 而且人家是有機單位 好 這邊直接硬上來戳 戳掉巨頭 好 這一波挑戰之後 孟加拉的戰車已經快來所剩無幾 次戰只剩12台而已 這邊是一種機會 現在戰狼要來卡住這方式 一邊是戰狼兵 其實這邊最好方式就是孟加拉 轉出大量的一個戰矛 大量的戰矛 然後再加上 可以 大象嗎 所以大象有點危險 矛相夫啦 戰矛配大象 又可以解這個 正面 但這個正面又有其面 所以要說 要說很好解 也是不好解 再來就是 蛇兜裝派喔 就是大量的戰矛 配上相公喔 這兩個方法 相公 加上 戰矛 可能更好 因為相公可以解弱馬 然後再解這個 起兵 然後戰矛可以起這個 起兵 加上對方的戰矛兵 攻擊 這個真的不好解 真的不好解 加上矛有點困難 加上這經濟也有點太遠 雖然71 71片條 也不算很多了 對方 對方 有 還有三台 戰隊的龍馬 可以打 好 直接可以戰隊模式 定戰開招 戰隊模式 定戰有16攻 那還不錯的 好 16攻 傷害可以因死掉這邊的 戰矛兵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好 這一波戰馬兵被吃了很多 但是戰馬兵被吃掉 問題不大 這暗就有了 他用黃金兵去跟人家換 垃圾兵 好 只為了要前推彈線 去把這個城堡也解掉 沒有一點辦法算 再來城堡 十次輸出 這邊打來硬 結局以後 時間應該可以解掉一卡 沒問題 兩牌應該也OK 這邊進鑑冠軍 可以非常進了 哇 寫得非常好 剩下一台巨頭 應該是有點難解 到這次城堡了 結果存在手裡 好 這時候 流石爆頭角 剪下了建築水柯子 建築水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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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建築物的防護力跟血量 那這邊一圈都能撐得住嗎 第二台巨頭在罩 來了 來了 入圖了 第三台就罩 好 剛側面那邊 馬攻模式的 戰車 這裡難卡 這邊一直被 戰毛被硬點 哇 很慘 好 結果最後拆不掉 這台巨頭也要送掉了 好 那這盧水柯子 好了之後 這隻血量配到 5800滴 防護力喔 更高了 8加2 噢 不頂扯 抽的名電 還有兩千多黃金 今天人家是五一姬 五一姬 產能全開 而且大部分都是用幾兵加戰毛 再給你換單位 黃金兵根本沒有在消耗的感覺 那現在免電喔 就持續用這個戰毛 搭配大量級兵 上前一抽 問題就不大了 明明人家孟加拉是清級兵喔 連肉馬跟級兵都打不贏 有危險 好 有危險 這波交代再上來一波 戰毛點戰車 急兵去點肉馬 肉馬讓他突破的話 戰毛就是無敵 戰毛無敵 就可以繼續硬戳 繼續上去 上去點 那等一下在兵級沒有 你還不撤嗎 那他16隻戰毛 戰毛數量不多 可以往前了 好 之後轉出火炮 都不想通了 沒有問題 上來已經點掉火炮 我後面點掉 好 簡單 剛剛出火炮 孟加拉更不好打了 火炮可以有效克制這幫戰車喔 哇 巨頭還是這麼前線 沒了 這個巨頭 好 出火炮 來不及了 兩台巨頭曝光 正面部隊也打得輸 子兵又再出破了上來 6加7的子兵 更是威力 不可打 好 這邊開火又炸死了一隻戰車 這邊戰車一直被火炮壓自己也是很難打 所以我在想這個局要怎麼擠 這個局怎麼看是免費太強了 我們就雷上來硬戳 好 這時候孟加也轉出了騎兵出來 但轉出騎兵的話 跟對方騎兵硬拖 並不會拖女喔 跟對方騎兵攻擊是有攻三攻的 這邊戰毛硬 且毛兵 毛兵這邊 很痛 神側退 哇 火炮是不是讓我四台喔 四台的話可以直接集火掉一台戰車喔 這個要非常小心喔 這火炮是一件事情 就要來開城堡 好 這時候孟加拉洞斷擊了 460斤 沒了 將後來擠出一點黃金出來 黃金繼續還在輸戰車 好 城堡 稍微重視一下 確定一點這一方火炮 好 這邊左右躲下箭矢 這個火炮躲得很好 好 看來這個城堡還是要先解決喔 先解決城堡了 想要在那邊偷 直接用火炮先去點對方戰 戰車 結果被砍殺 好 但是孟加拉洞還有這個人口的優勢喔 215人口 這邊創意有150村 所以這邊 人口上限喔 所以215 都多出15個軍事單位出來 OK 再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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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個補ente 你看整都要 св戇 哪裡比高 找到我這一發 好痛 阿民電腱已經在存錢了 阿是一個理財的好玩家 我們要節約資源 有點看不太懂 我有點看不太懂 為什麼這火炮不趕快拆一拆這個 他一直想要火炮去打對方戰車 不打城堡 但有可能是戰線沒有辦法推進的關係 再整點戰車 現在每邊就是用具用耗死你 時間過得越久 他517產生的黃金就越多 賣錢越多越有勝算 對方反而是錢越少之前越少 可能不要用買賣 缺分黃金 如果要用黃金的話用的肉 缺分出特設備 這樣明天的一個想法是這樣子 用完版號 有機會就點城堡 沒機會就點戰車 好巨頭腰架起來 硬投對方的火炮人 但火炮可以直接擊破 哇沒有打到很熱血 好火炮結果一上前被戰車點掉 戰車這邊有細節操作 直接硬點掉兩台戰車 這就是他不敢上前點城堡的原因 然後一上前點這個城堡 他的戰車就會上去點火炮 好火炮 旁邊戰保沒有控好 肉量來到了驚人的5000多肉 黃金好1000多 我們想要繞一下 直接硬拆火炮 後面有一隻繞三個火炮 結果就失守了一下 哇沒有拆到很可惜 我們大家的資源已經間諜了 每個資源都補到500的庫存 好 好最近有機會可以硬解 撿掉一台火炮 就直接火炮 哇火炮反擊直接砸掉了一些 火炮反擊直接砸掉了一些 水寶掉了 應該要自己去 水寶掉了就沒救了 水寶掉了就沒救了 他上面這一些農鐵 水就要弱了 入敵方之手了 欸炮住了還有一個水寶 水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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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上面殘寶也掉了 這邊卡羅娃 欺凱了進來 但蒙迦拉的村民 越來越少了 欺凱了五顆 蒙迦拉這邊 東邊還在實施 戰圈不順八台 我們轉垃圾兵 垃圾兵快出不血了 人口開始有點少 最近人家的GV6加7的傷害太扯了 唉唷 直接砸到 好 折折兵打扮 兩邊打得不可開交 火炮失望越來越多了 來到今年的6台資料 黃心 黃心這時候 冥界的黃心也要見別人 他應該是沒有抵的時候 5-1-1 怎麼輸 主救生女號 在謀家騎兵 火炮慢慢推進 有機快入扣機 打地方戰車 這邊這邊也拆越多 好 這邊戰車想要過來是敵人火炮 戰車有點痛快到 哇 這邊打到關戰都出bug了 戰車就算有兩個 唉唷 差點打到最後的火炮 哇 最後的這個 戰車 哇 戰車之後又多數都被送掉了 哇 沒了 所以一直 G 沒救 沒戰車 怎麼打 打垃圾兵打不贏 選擇垃圾兵攻擊力比較高 洛馬也比你的血多 OK 大洛馬 全部滴血 好 這時候 然後 孟加拉中路打錯GG 後面有點 算是焦土戰了 打到後面真的是有點痛苦 這個垃圾兵真的完全沒機會 看起來孟加拉這邊黃金挖得蠻多的 但是這邊是遺跡之道 7654黃金 哇靠這個兵電 真的是 生旅戰爭 真的是蠻強的 哈哈 好 兩邊的資源 精進看起來都是不錯的 資源都是 該點都有點的 手錐車都有記得點 就是這邊喔 緬甸的這個奇兵三太高了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 五移技的效果 那順利的在競技場 打出一個不錯的一個成績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裡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